HELLO 大家好,我是Ecky 有沒有看到我背後的風景非常漂亮 猜猜看這裡是哪裡 1 2 3 這裡是宜蘭洞澳的焚尿陵漁港 回味兩年我再度踏上這塊土地 其實我在兩年前就已經來過這裡 介紹過了 如果你有看過我焚尿陵漁港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去回味一下 這次再度來這裡的原因有一個就是 現在的焚尿陵漁港跟兩年前有點不一樣的 這是我這次來的原因 這邊有個小故事要跟各位分享 焚尿陵漁港在一開始的時候很少人知道 隨著網路上的普及 越來越多人的分享 見見這個地方廣為人知 每年造訪的遊客也越來越多 游客越多的情況之下 就存在一個問題 就是安全性 以前來過粉鳥陵漁港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要去最漂亮的歷史灘 是要爬過去或者是鑽過去 那個人工消破壞 如果你從上面摔下來的話 真的會堵折 因為如此呢 在去年2017年 封港就是謝絕遊客進入 封港要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條安全的步道 讓後來的遊客來到這邊可以安全的走過去 而不是在爬人工消破壞了 這樣你懂了嗎 聽完小故事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前往歷史灘 前方這邊是停車場 開車來的朋友就是停在前面這裡 你可能問說 粉鳥陵漁港有沒有公車可以到 答案是沒有的 這裡只能開車或者是騎機車 離這邊最近的大眾運輸系統是 東奧普車站 問題是你從那邊走過來 這裡要走我想應該要40分鐘要吧 我雖然沒有走過來 但是光這樣走過來 應該很累喔 所以大家不要輕易嘗試 大熱天的 前方就是歷史灘的入口了 我們現在就過去吧 來這裡不要只去歷史灘而已 有時間也逛一下漁港周圍 你可以看到水中有很多的海水魚 也有藍色的 有沒有看到 我不曉得在螢幕上你們看不看得到 很豐富 記得來這邊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現在有一個步道 以前的粉鳥陵這裡是一條繩索 讓你抓著繩索爬上去 爬到這個皮房之後啊 就是金魚這個位置的上面 上面有削坡塊 你要嘛就是爬過去 你要嘛就是鑽下去 如果你身材比較壯的人 你是沒辦法鑽的 你只能爬過去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現在就有步道了 好現在我們就走上去吧 影片的最後呼籲各位一下 就是來到觀光景點或者是風景民區啊 請發揮你的功德心 不要把垃圾留在當地 把垃圾帶回家 好 今天的粉鳥陵漁港的介紹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分享出去 點個讚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就趕快訂閱 順便打開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的 旅遊和交通資訊 謝謝 掰掰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